《经济日报》的投资业话组 今天是推介中国财险2328 原因是环球风险为立有所降温 资金出现转换投资风格 要观察是否会持续 资金由高估值的新经济股份流出 转入价值股 包括内银、本地银行、电信、公用股等 昨天都是逆市做好 价值股可以留意职业的中国财险 财险今年第一季的业绩好过预期 综合成本率按年改善1.4个百分点 去到95.7% 由于投资收益率超过预期 淨利润增长4.1% 城堡利润录得39亿人民币 其中车险的龙头地位稳固 盈利能力强劲 贡献了32亿人民币 策略上 1.4% 1.4mm 2.4% 4.5% 1.5% 4% 2.5%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